好 來 還有十九天就要來選舉囉 來看台北市長的選選 說民進黨現在是正在擔心 國民黨的朱萬安 會在選舉前來下檔 來清洗到立委 朱萬安說 他的按照他所訂定的選選的 制造進行 應該做的都會做 那是朱萬安 真的來清洗到立委 如果這樣民進黨的立委 包括要選途洪的臺文兵 要選台中的創機槍 要選基隆的創新型頂 鄉竟然都要比較反例 使勁來參選 這到時候是會進黨 全台灣 哪一個選選 好 委員長 國民黨 台北市長選人立委 九萬安請謝忠告 你歡迎準備這順 不過他過幾天 可能就不會出現在委員會 因為風聲說 他為了要選選選選 會在選選的一禮拜 試鎮 我都是按照既定的選戰節奏 跟計畫進行 該做的是我都會做 現在如果實際影響的困難 不是只有台北市長的選選而已 民進黨來包括定文平 創飾飾營 就準備創機槍 這些參選的人 都維持立委的身份 所以說影響的可能是 全台灣的選選 表示破釜成州的決心 選民對這樣子的政治人物 大多是有感的 也會影響到選民怎麼樣來看待 執政的民進黨的委員來參選 蔣萬安很明顯的 在政策論述上 以及在個人魅力上 遇到了困境 其他縣市 我們就尊重各縣市的情形 要支持蔡總統的兩國論 兩岸各為一國 互不隸屬 這才叫維護主權 對於說兩岸主權到底是不是 互不隸屬 這樣的態度有沒有講出來 沒有 很明確的問題沒有 而來扣帽子 坦白講我想不是一個 現在想要選市長 應該有的態度 你的選前已經到最後的改靈 如果你的電影 都發動說是全力在上市 希望政府尊致雙面的運動